第六題 大恩以同一把指尺測量某支鉛筆的長度 測量結果如下表 請問這些鉛筆的測量長度應計為多少 我們測量了五次 所以應該把這五次的測量結果求平均值 做為我們的測量結果 但是我們第四次 14.2這個誤差太大了 他連準確都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我把它刪掉不計 拿其他的四次 來做平均值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加起來平均值是應該是12.7 那麼測量他的進入結果就是12.712.8 並沒有多一個0 所以我們的結果就是計做12.7 所以第六題問我們說 請問這些鉛筆的長度應計為多少公分 我們答案選的是A 12.7公分